这依旧不会是一场你想要看到的宇宙冒险 也不是第一集主角发现自己被控制后揭穿阴谋的故事 这依旧是一部描绘女性为主的超级英雄电影 这集加入两位配角让惊奇队长成团之后 看起来就像是姐妹三人互相了解彼此陪伴的女性成长电影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惊奇队长2 2019惊奇队长的续集 这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三十三部电影 依旧由惊奇队长布里拉森主演 这集加入了两位在影集光达幻世中得到能力的莫妮卡兰博 由泰纳帕利斯饰演 还有影集惊奇少女的主角伊曼维拉尼 导演的是尼亚达·科斯达 首先我很感谢 这部电影证明了漫威电影不需要每一部都拍到两个小时以上 在节奏上惊奇队长2非常的利落轻快 不拖时间让角色去休息之类的 但的确在中后段的剧情叙事是有点乱的 然后角色的低潮也很快的就解决了 但我必须说我很意外的 我还蛮喜欢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化学变化 像是有一段他们三个人在太空船里面练习他们的能力那场戏 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很可爱 整部电影的核心是惊奇少女 嗨 她把整部电影撑住了一半 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讨喜 我没有看她的影集 但我自己觉得她在电影中是比较可爱的 见到自己的偶像 就跟汤姆荷兰一开始的蜘蛛人 很想要加入复仇者联盟那个感觉有点像 像我们的阶段 但我更喜欢惊奇少女胜过于汤姆荷兰的蜘蛛人 她很real 然后莫尼卡兰博作为一个比较冷静 理智的角色 去平衡主角惊奇队长的转气 而主角这一集对她的角色刻画可以说是少得可怜 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少 几乎依靠着第一集的故事线建立了情感延续 这个角色的孤单还有她内心的寂寞 挣扎大概就带一下下而已 然后我原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集惊奇队长的续集要叫做The Marvels 就是他们三人组队的团名 中文译名应该翻作惊奇天团或是惊奇女团 但看到中间一段剧情我就懂了 这可以说是我看过漫威这么多部电影还有影集里面 叙述萨诺斯摊子事件所带来的创伤 我觉得最打动我最感人的 这就是伙伴的意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所有的人都需要伙伴给你的抱抱 陪伴你走出伤痛 对 这是一部女性电影 上一集在讲女性的力量怎么去对抗男性的权力操控 这集在讲女性的力量怎么去修补曾经的错误和伤口 电影的结局还真的有一段女娲补天的故事 在剧本的主题还有内在情节上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 打斗场面也很有趣 但不能跟《星际异攻队3》那场流畅的多人混战来相比 而且对我来说怎么有种打一两下然后就下班的感觉 幽默笑点 这部电影没有漫威笑点的那种尴尬感 但还是有惊奇少女她们一家人 有点烦人的过度搞笑 主要有两大场戏非常的幽默可爱 一场就是跟预告里面出现的普旭俊 还有唱歌跳舞有关 另外一个则是整部电影的最大高潮 一个很不正经的笑点 但羊毛的人应该会很喜欢 而且跟一出音乐剧有关系 但是这两场戏都有一种硬筛进剧情的感觉 就是三人那两场戏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 尤其是第二个 老实说整部电影的剧情逻辑都很简单 而且不怎么精彩 仔细回想是蛮简陋的 但看的过程里面就是还可以让我满愉悦的可以享受的 然后这一集的反派人物大变 大变 有洛基本人的老婆 杂威爱希顿饰演 基本上就是一个负责推动剧情的反派角色 不需要对她有太多的期待 又不是Christian Bell 还算有把这个角色的动机交代清楚 但应该没有什么人在乎 整部电影的结尾彩蛋 包含在正片中结尾的那一个 我都觉得还挺有趣的 有往两个方向去延伸剧情 也都还算蛮让人期待 想知道的 大家就自己上网去查 或者进电影院去看吧 总而言之 这是一部让我有喜欢的点 也让我有不喜欢的点的电影 如果你能接受这一部 比《惊奇队长》第一集 更着重在描绘女性情谊上面的一部 超级英雄电影 上一集还有男生当反派 这一集没有了 那你可能会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不然的话 就等12月看《水星霞2》啰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和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维频道 祝你今天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